立北决才不是那一种 会参加什么新手爸爸妈妈必修课的人 直恩恩下意识地就想帮忙拒绝 不用了 我们 在二楼 男人性感霸道的声音插了进来 导购小姐今天卖了那么多东西 想到这个月的提成 小的就跟一朵花一样 服务态度那叫一个好 嗯 是的 就在二楼 现在老师应该刚刚开始讲课 先生 女士 你们可以上去听一听 对肚子里的宝宝很有好处的 他刚说完 就有人叫他帮忙去查一下价格 他投给了直恩恩他们一个歉意的眼神 走开了 直恩恩侧头看向站起来的男人 惊讶地说 立北决 你要参加 站起身的男人双手插兜 一米八级的身高鹤立肌群 一双大长腿 一双大长腿在西裤的包裹下 修长笔直 比T台上的男膜还要吸引人的注目 他的轮廓深邃 五官立体分明 眼睛看向了直恩恩 玫瑰色的脖唇上下一碰 不是我 是我们 新手爸爸妈妈必修课 又不是新手爸爸必修课 当然要他们一起参加了 直恩恩傻眼了 他真的要去啊 二楼和一楼一样 占地很广 起码有三百平的面积 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完全是小孩子的玩具天堂 直恩恩才刚上来 就听到了镜头的教室里 传来了老师戴着耳麦的说话声 好了 要准备开始上课了 大家不要聊天了 各自找一个位置坐下来吧 导购说的教学 肯定就是那里了 在前面 他拉住男人身侧的手 加快了脚步 快点 要开始讲课了 英挺的男人瞥了一眼 他拉着自己的小手 薄唇勾了勾 明显心情不错的 迈开了长腿 跟上了他 直恩恩紧赶慢赶 总算赶在了众人开始之前 在大教室里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 坐了下来 大教室地上贴了木地板 每个人都是席地而坐 丽北决盯着 看似干净的木地板 父母闪过一丝嫌弃 但还是拧了一下眉头 坐了下来 像这种新手爸妈的教学课程 一般都是女的来上的多 男的来上的比较少 今天也是这样 偌大的教室里 几乎都是大着肚子的女人 只有零星几个陪着老婆来的男人 丽北决这一种又年轻又帅气的男人 几乎没有 所以 从她一进门开始 大教室里的女人的目光 几乎全部都投注在了她的身上 顺带地 还时不时地给持恩恩一个艳险的目光 老师大概是发现没人注意到她了 轻声咳嗽了一声 机长把大家的注意力往她这边拉 咳咳 好了 大家看我 我们开始讲课了啊 来这里的大多都是新手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准爸爸准妈妈 我们都知道 婴儿宝宝是很脆弱的 那怎么照顾刚出生的婴儿宝宝 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了 因为时间有限 多余的理论上的东西 我也不跟大家废话了 大家家里应该都买了书 大概的有所了解 我今天主要教教大家 怎么给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宝宝洗澡 她的面前摆放了一张桌子 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婴儿用的沐浴盆 里面装着水 旁边还放着一个仿真的小baby 现在呢 谁来给我示范一下 她觉得应该怎么给小baby洗澡呢 有十几个人举起了手来 讲课的老师扫了一圈教室 目光落在了角落里 格外显眼的男人身上 说道 最角落那一位先生 可以上来示范一下吗 教室里好不容易转移开的目光 又刷的一下子看过来了 持恩恩看向旁边的人 教室里那么多人举手 立北决又没有举手 为什么那个老师还戳中他 难道是因为他长得帅 他不知道他随便猜的 还真的是让他给猜对了 讲课老师之所以放着那么多主动的人不挑 挑中立北决 就是因为长得帅 他是觉得 找一个这么帅的男人来做示范 就不怕下面的人听课不认真了 角落的那位先生 你可以上来示范一下吗 他又笑意盈盈地邀请道 立北决眉头皱得都快要夹死苍蝇了 满脸的不爽 就在持恩恩以为他要发脾气的时候 他居然真的站起来了 往前面去走去 大家鼓掌 老师马上说 教室里掌声雷动 持恩恩却是太阳雪突突突地跳 止不住地担心 果然 他的担心是没有错的 只见立北决上去之后 面对着上百号人 丝毫不怯场 淡默地一只手提起了仿真卑鄙 一边问 给他洗澡就可以了 对吧 讲课老师 看他提仿真卑鄙的姿势 都看出了一身的冷汗 可是 人是他叫上来的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点头了 对 你只需要先给大家示范一下 你认为应该怎么给小贝贝洗澡就可以了 为了增加真实性 这里有我们品牌的高级婴儿沐浴乳 你可以使用一下 这款沐浴乳 立北决做事从来都是雷霆手段 不喜欢托泥带水 他只需要听清楚要求就可以了 不想听废话 拿过还在介绍沐浴乳的老师手里的瓶子 把仿真的卑鄙放在了婴儿浴盆里 单手托着小卑鄙的头部 另一只手简单粗暴地打开瓶子 倒出了沐浴乳 抹在了仿真卑鄙的身上 三下五除二地抹匀 然后在水里冲了冲 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浴巾 把身上还有泡泡的仿真卑鄙裹了起来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看得上百号的人哑雀无声 就连讲课的老师都张大了嘴巴 失语了一般 这 这确定是在给小孩子洗澡 而不是在给鸡退毛 这也太简单粗暴了吧 丽北觉没有觉得自己简单粗暴 他认为 他已经用尽了全部的耐心 认真的给这一个无聊的塑料娃娃 抹了沐浴乳 还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给一个塑料娃娃洗了澡 他生硬地抱着裹好的娃娃 一只手递到了呆若木鸡的讲课 老师面前面无表情 洗完了 拿去 拿去 那种干脆利落的口吻 简直迫不及待地想要丢开垃圾一样 讲课老师被处到了自己面前 惨不忍睹的小baby拉回了神志 嫩嫩地说 小baby的皮肤不像我们大人的皮肤一样 已经完全发育了 婴儿的皮肤很娇嫩 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弄伤 沐浴乳不能直接挤在小孩子的身上 这样很容易伤到孩子的 好